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下被网罗 我是王峰 大家好 我是林伟杰 在白宫多名工作人员 先后确诊新冠肺炎之后 特朗普终于下令 大家必须戴口罩 才可以进入白宫西医 不过他开启整柜 照样不戴口罩 这个国内各地陆续已经开许了 为了要保持大家的安全距离 老师 家长统统绞尽脑汁 连翅膀都得背上 首先一网打击 其实每年的5月12号 我们都会有一个特别的片子 就是跟护士街有关系 我记得我们节目创立以来 都是会谈到这个话题 当然每次谈的过程当中 可能你的感受不像这么深 对于护士 今年特别的深刻 今年的确是 很多人是依然奋战在 一线抗议的一个战场 今年是第119个护士节 还是109个 对不起 我应该说错了 那么另外也是 南丁格尔200周年诞辰 南丁格尔我们知道 是英国的一个护士仙区 被护士界当中被奉为是一个十祖 即是一个存在 所以说今年 世卫组织本来是设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年份 叫做国际护士和助产式年 所以说本来是要特别的庆祝 谭德赛作为世卫组织总干事 已经表示了尊敬 送上了祝福和敬意 并且宣布说护士年 推迟一年到明年再庆祝 另外他也说了一个数字 说全球护士缺口接近600万 有人就说了 每天都赞美护士 为什么说这么神圣的职业 还有这么多人不去做 太累了 对 估计还是这个 前少 事多 对 事多 还得到尊敬不够 所以说大家都要去多一些尊敬 多一些理解和支持 另外爱护士不只是在这一天 没错 而且我们刚刚也提到 网友也说了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也对于这个护士节 感到特别的庄重 我们之前在新冠肺炎爆发以来 一系列常常介绍了 很多医护人员守在第一线 他们坚守一线照顾病人的故事 卸下自己为人子女父母的责任 照护其他人 根据统计截至2019年底 在国内注册的护士总数 大约是445万 比前年2018年增长了35万 那根据卫健委统计 从2017年以来 平均每年护士的增长幅度为8% 而护士又占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超过50 每千人口护士数就达到3人 但是男女之间的比例 还是相差非常的悬殊 在这些护士当中 男性只占了3% 女性护士占了97% 我们之前也说过在抗疫这条路上 女性撑起一半的天空 这一次根据统计 在抗疫期间 特别是在原厄的医疗队员当中 有4.26万人 而护士就占了2.86万名 接近是70% 这些队员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庆祝这一天 因为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很特别的一天 而且从年龄上来看 这些医疗队员年纪都非常非常的小 80后90后的这些护士占了90% 90后也占比40% 那这些女性的护士更是占到原厄护士的接近9成 而且他们是无论任何一个专业都愿意投入自己的心力 都可以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 所以在这一天我们要特别感谢这些可爱的护士们 守护了你我的健康 是 节日快乐 也希望你们的南宁戈尔之灯 永远能够照亮我们健康的光芒 如果说有一天 或者说最近你碰到了一位护士 你想做一点什么 尤其是这位护士刚刚是从原厄现场回来 就请她喝一杯吧 如果是我的感情人说来Cheers 你喝一杯之类的 喝一杯奶茶行 别像你一样 这个喝一杯酒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在长沙 有一个女生吃火锅的时候 她发现身边四个人 她们在聊一些事 这个事听起来她特别的感兴趣 于是一个暖心的故事发生了 我给他们买 我觉得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我作为我一个迷妹 对他们的崇拜而已 当时那个工作人员就说 我们的单被买了 我们就觉得很惊讶 就好像我们都过去 我们过去一看 他就说他就是觉得一个纸条子 我们是说感谢我们 你知道我们是武汉金盘 人饿的 说谢谢我们正常的这个纸条 天哪 我说我看那个纸条 真的好激动啊 给我们很大的正能量 就是给我们鼓励吧 至少给我们的勇气 我们也想回忆他 我不知道人会不会 在崇拜了之后 慢慢地又光环退去了 就是又忘记了内心当中 曾经有过那种感动 希望感动常在 感恩常在 没错希望以后呢 这个医护关系也越来越好 经过了这次的事件 看到了护士们 守护了我们健康 以后看到他们的时候 也能够多一份感恩的心 我们知道现在呢 很多的航空已经开始 恢复正常的运作了 或者是部分开放了 但是呢 还是要做好抗疫的过程 我们知道最近呢 北京黑龙江 还有闪京的多个省市 都出现了多宗 由莫斯科返回的新冠确诊个案 再加上俄罗斯连日来的 这个确诊数字不断的上升 这个中国民航局从4号开始 就宣布从8号开始 所有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航班 从莫斯科返回北京的乘客 要出示5日内的核酸检测 书面报告才可以登机 而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 微信公众号呢 在11号也宣布 从11号开始搭乘 这个国际航空公司 从莫斯科往来 北京的航班们 他们现在已经列出了 总共有24家检测机构 都需要先进行检测 拿到了相关的证明 才可以登上飞机 也是为了保护大家 的确 这个和目前俄罗斯的数据有关系 俄罗斯已经连续9天 确诊病例都是过万 现在整体确诊病例 已经是超过了22万了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 尽管疫情当头 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已经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 就是要结束 为期6周的一个带薪休假 不能再休假了 得上班了 为什么 也是他心中惦记着经济 说不允许俄罗斯经济出现溃败 或者说是一些滑坡的情况出现 并且还会推出一系列的措施 来鼓励经济 包括说是人员的就业 我们来看一个最新的政策 这下期限制就业 国家的看法 是绝叙 completely завершается но не завершается борьба с эпидемией ее опасность сохраняется 尽管说结束无心休假 但是不是说解锁了封锁措施 并且他把权力下降下放给各地方 各地方的一些首长是有权力去逐步的恢复 到底什么行业什么行业也是一步走一步看 没错再来看到这个荷兰的情况 荷兰目前的确诊是四万两千多宗 死亡五千多宗 而在这一次的死亡名单当中 居然有不少是来自于一个交响乐队以及合唱团 这个表演团体他们早在3月8号 在荷兰下令禁止公共演出前五天 这个合唱团以及交响乐队 共同呈现了约翰受难记 然而在这个表演结束之后 有四名合唱团的团员死于新冠病毒 这个合唱团总共有130名成员 包括了合唱团的指挥也是患病的病人之一 那这样子这个令人担心的消息呢 是在5月10号晚上公布的 而且呢这个130名成员另外还有102名 就是说在130名成员当中有102人患病 甚至有些人的病况非常的严重 还有人是把病情传给了另外一半 现在的合唱团成员当中有三名伴侣也因此而过世了 再次要提醒大家群聚感染真的很可怕 虽然现在呢逐步开放 大家可以进行聚会聚餐 但是还是要做好保护措施 是 进入到网友最关注 今天5月12号 估计对于我们这代人和今后好几代人来说 说到5月12大家心中依然是会想到的是汶川大地震 汶川大地震过去已经整整12年了 今天网上有很多的照片 当我们再次点击看的时候 发现内心当中那种痛依然存在 另外也看到了很多人 他们在灾后12年之后慢慢走向重生 走向了人生的另外一个方向 的确我们在缅怀这些逝者同时 也在暂为着重生 我们一起走过了12年 一个特别的片子来致敬这个重生的人们 当时温泉地震 然后一共有十多名空军 然后当时降落在我们那里 就是就送物资 但是进不来 然后当时我就对空军特别的崇拜 自己会不会牺牲 不会去考虑 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 要快速地跳下去 完成之后把灾区的情况报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们记住伤痛 但是我们也不忘要引赶前行 今天是礼拜二 欢迎回来 防疫足迹继续来关注 疫情之下的美国 根据霍普金斯大学 截至到今天上午的一个数据 说美国全国确诊病例是接近135万 死亡人数已经是超过了8万 昨天节目当中也特别说了 说疫情正在逼近美国的权力中心白宫 说总统的私人助理 还有副总统的新闻秘书 都已经确诊阳性 另外三大什么抗疫的巨头 都已经是进行隔离的状态当中 特朗普召集了 所以说特朗普已经是要求 白宫内的工作人员要戴上口罩 并且大家会发现 昨天我们在说白宫的时候 都说白宫西翼 西边的一个办公楼的感觉 这个地方是美国更是中心当中的中心 有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 有内阁的会议室 还有一些主要顾问餐室 他们办公所在地 现在特朗普已经说了 备忘录中让大家戴上口罩 除非说你自己坐在那个地方 坐在自己的区域不用 结果大家会发现 怎么着特朗普在11号 在白宫的记者会上 居然就他没戴呢 原来备忘录对他是不生效的 他认为自己不用戴 因为所有人都离他们很远 这样的情况 当然还是大家想解开这个谜底 白宫千房万房 为什么病毒能够进入呢 我们来看一个分析片子 最近一周 白宫陷入恐慌之中 5月7号 特朗普的一名贴身随从 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5月8号 副总统彭斯的新闻秘书 凯蒂米勒确诊感染 此前 他曾多次参加 白宫疫情应对小组的会议 他的丈夫是特朗普的高级顾问 同一天 特朗普女儿伊万卡的 私人助理确诊感染 此外 国会消息人士透露 负责总统安全的美国特勤局 已有11人感染 5月9号 因为接触过确诊患者 美国白宫疫情应对小组 三巨头宣布自我隔离14天 5月10号 彭斯的发言人称 彭斯并没有处于隔离状态中 他每日病毒检测的结果都是阴性 并将于11号继续去白宫工作 一名曾在白宫工作的CNN国家安全分析员认为 通常情况下 白宫内很难保持极控中心建议的 6英尺社交距离 距离最近的同事 离我只有2英尺 工作人员还经常相互交流 在白宫内走动 开会 其次 特朗普和其余工作人员 在出席活动时并未戴口罩 所以从现在开始 大家都要戴口罩 除了特朗普之外 到底有没有办法 这个挽救白宫里面的疫情呢 有没有办法解除这个病毒 所在地的这个源头呢 大家要继续看 毕竟还有14天观察期 我们可以慢慢看 但确实是在疫情之下 很多的行业都受到影响了 比如说我自己的哥哥 就我大嫂 最近刚好在美国生了孩子 结果大家又发现说 天哪 现在如果在美国要生孩子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大家都很害怕进去 到医院去 就算是产妇进去生小孩 陪产的呢 刚刚开始是说 不可以有人进去陪产 后来是开放有艺人可以陪产 而且也不像我们说 在医院可以多住几天 好好的休息接受照顾 很多是直接说 生完休息一天 马上就走 接下来就看看 我们美国站记者 王宾如对此的观察 新冠疫情发生之后 您也没有关诊所 没有关 没有关的 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变化很大 很多很多的人辞职的 我在职业的 对啊 因为他害怕 害怕 他害怕感染 您的助理都辞职了 好几个 对对对 现在呢 有两三个是因为这个辞职了 但是他说以后 我们已经过去再回来 现在就遭遇很多的part time 因为我的同事 就是说像牙医科 还有一些什么整形外科医生 这些可能基本都关了 对啊 但是这个妇产科 现在就是说 business这方面 就减少至少50% 或者更多 90%以上 现在全是产科的 特别想问一下 您现在就是美国生产的情况 因为我看到新闻说 就是有的产房 它是不允许家人进去的 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以前正常的情况下 在没有疫情的时候 没有限制 他甚至就是 之后病人产妇原因 可以他先生 他家里的人 有的甚至亲戚朋友 都可以进去 现在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去 但是其实复产科 来说实话 是非常安全的 可是为什么 因为孕妇 比任何人都紧张 他们自己保护特别好 都是都辞职都不上班了 所以那个家里的人 都特别照顾他们 都会 就像那种 自身冠状一样 很严格 现在这个医院 在新冠之后 有没有影响到 医院的整个操作流程 就是对孕妇来看病 和孕妇生产 有没有影响 当然是这个 接生 生孩子 这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就是说 注意到现象 就是说 生完孩子 以前 大家 产妇 都愿意在医院 多住一段时间 因为给他们 有很多的指导 像这种 哺乳的这种 教育 现在 生完孩子以后 大家都召集回家 你这升级为姑姑了 应该下次直接采访你 或者是先生 联系你嫂子 这个新闻当事人 感受一下 到底当下去生孩子 有没有很恐惧的感觉 好了 这个许事 我们接下来 再来关注的是 美国目前 各州也在逐步的 开放经济 都希望能够 把这个经济 再挽回一城 另外 其实更多的州 还没有复课 因为相比上课来说 经济更重要 但是看到有一个人 他是采取了 一个不同的观点 说的是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 一个众议长 他认为 赶紧开放学校 让孩子们回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一起 做群体免疫 这个事情之前 已经讨论过很多 其实我们的确 从科学角度 我们也不敢去 妄下断言 因为有的国家 像瑞士 还瑞典 他们就坚持这样的 但今天我看到 世卫组织 卫生警局项目的 负责人瑞安 在周一 再次明确表示 他是反对 警告 群体免疫 这样的想法很危险 然而 这个众议长 他却认为 在美国是可行的 我们来看 我们在学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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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宾州急于开放经济呢 因为宾州从3月份开始 申领失业就近的人 已经超过了170万 已经发放了53亿美元 比去年全年发放的量还要多4倍 而且甚至还有30%的申请案件 来不及处理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领不到钱 又无法开工 当地的民众 当地的议员们急了 因为这关系到自己的选票 有没有办法让经济重新恢复 不过在宾州人口最多的费城 没有跟随议长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他们继续避疫令是延期到6月4号的 那针对这种赶快大家一起出来 大家一起对抗病途 我们一起集体免疫的想法跟做法呢 刚刚王峰也提到了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首期紧急状况专家 瑞安表示说实在太危险的 如果疫情啊 在没有能力进行群体检测的情况之下 保持低速传播 第二波疫情风险总是会存在 而对于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开始解除一些管制 开始开放让大家上学等等等等的行为 这个世卫总干事谈的代表叙述说 这个地方政府在决定学校复课时 要审慎评估学校防控感染的能力 要确保预防以及控制措施到位 要缓慢的稳健的解封 才能真正的重振经济 而在这种研究中 总统的决定栏更生存在 会想到全联络的联织 尤其表现他认为全国家的社会 他们仍然讨认为全国家 都尽认为健康新轻身 可是在同时保护相子 保护相熟组肯物 保护的联织 under test 如果要议议安排水平 取其充断 都应该要求 加急性 产生者 to maintain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好 回到国内来关注一下 这个目前复刻的情况 在12号 教育部召开了 2020年的首场新闻发布会 那会上介绍的内容也比较多 包括了目前复刻的情况 还有校园里疫情的防控 大家一看这照片就知道 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也讲了说目前这个高校的一些招生考试 目前的进展和毕业生就业等工作情况 稍后我们都会展开 先说一个数字 说目前全国学生复刻的人数 已经超过1亿 1.07亿 这个数字占到全体学生的39% 约40%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中也特别谈到了 像每一个层级学生的一个比例 我们今天只说一说 像我看到的是大学生 高校大学生其中占了290万 目前只有5个省市 没有开学就是高校 高校学生 包括了北京 河北 山东 湖北和黑龙江 另外的大学生都已经是返校了 之前我们节目当中 也特别关注了一些 复课之后的情况 包括说有一些地方的孩子们 出现了在复课之后戴口罩 结果上体育课猝死 虽然说到底死因是什么 我们至今还没有得到更多的一些进展 因为官方包括和家长 可能家长们觉得也不想再做深入的一个探究 过程当中在发布会上也谈到了类似问题 表示体育课该早上 第一是先得摸清孩子的身体状况 毕竟闲富了三四个月的情况 身体可能跟之前不一样 另外也特别谈到 在体育课上绝对不可以戴NG5口罩 因为它封闭性太好了 即使不带来健康问题 也对大家的一些体育课上课 也会造成伤害 没错 所以说深圳市5月11号 现在是除了中小学 所有的年纪学生都已经回去上课了 根据深圳市疫情防控期间 学校体育工作指导意见 已经要求说 首先学校安排的体育活动 要以非身体接触的练习 以及有氧运动而主 而且上体育课的时候 同学们也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还有健康行为 如果说想要在户外 或者是体育场馆活动 不戴口罩也是可以的 但是同学们之间 左右前后相隔要在两米以上 不过这个真的是春节之后 第一次和同学见面 深圳市开学的时候 孩子们看到彼此还是非常开心的 看脚业 一个很特殊群体 就是高三群体 他们即将迎来高考 目前我看到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也特别谈到 应该是今天 说全国高考的报名人数 是1071万 目前各省的高三生 都已经复课上学了 你看后边这个又是 非常让人想起 压力好大哦 最后十天每科品五分 这一个是最后 这是以前的了 现在还没 现在还有一段时间 有一点时间 那我们要特别关注 你除了说 卯了劲努力的在做冲刺 你平时该有的吃饭营养 都有得得跟上 是吧 这个是提供革命的本钱 但问题是 食堂里再去聚餐 再去吃饭 方便不方便 我们来看一看 湖北他们的一些高三 怎么样能够吃中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 大家一起吃中饭 然后可以闲客牙什么 但是为了大家最后要考试之前的健康 大家还是要好好的遵守 那之前我们也和大家分享过 之前在有学校的 为了要避免孩子们上课太接近了 就让学生和家长一起戴一米帽 看起来像是这个宋代的官帽 现在杭州的小学出新招 让孩子们背着一米翅膀来上学 一起来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有一些家长 他们在送孩子过程当中 这表情过于流露内心 结果让大家觉得说 这以后让孩子看到 估计内心受到伤害 我们来看看这情况 每天然后我兴奋的 连觉都睡不着了 我就担心我也不认识 这些同学了 我终于不用带来 带了两个多月 这已经有点怕了 这已经有点怕了 这两个多月太快了 解放了 可以解放了 我可以 至少我可以安安心心 上几个小时吧 心情是非常兴奋 因为很开心 在家里实在待得太久了 欢迎回来 我们播过很多 关于宅在家里 如何宅出不一样的片子 接下来这个 还真的是谈为观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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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明天好 节目时间 再见了 中文字幕提供